《红楼梦》堪称史上最难拍的文学作品 四大名著其他三本都被翻拍过很多次 每一版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只有《红楼梦》除了87版《红楼梦》堪称不可超越的经典外 印象中就没有其他的版本了 2010版《新红楼》简直被吐槽得一无是处 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胆大的 近日电影版《红楼梦》杀青并曝光了概念海报 电影版是胡梅导演 将以全新的角度切入 致力于打造的是一部青春《红楼梦》 和以往翻拍《红楼梦》一样 在拍摄之前都要进行培训 了解原著的每一个章节 还要培训中华传统文化礼仪等各方面 力求完美呈现《红楼梦》 《红楼梦》是本很长的作品 里面的情节纷繁复杂 作为电影将拍摄三部曲 第一部将以原非醒金钱的故事为主 目前宝代差演员都没有公开 不过这次用的都是新面孔 从全国还选出来的 都是非常年轻的演员 毕竟书中的主角年龄都极小 目前唯一确定的贾母的演员 是90多岁的卢彦 原非夏元川的演员是关小彤 想来只是客串一下 大家期待这部电影《红楼梦》吗